凡姐 你帮我约一下明天早上九点半 王大哥有没有空啊 我想跟他谈一下合同 他在上海啊 我正准备跟他谈一下 以后的合作意想 下周我要出差 如果不落实在合同上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你帮我约一下呗 我打电话给他 来 到你哦 就知道你费便当了 你怎么不直接打电话 是医生的门道 你就不懂了吧 回去我再跟你说 我如果直接给王大哥打电话 就未必能约到明天 但是如果找凡姐的话 准是约几点就几点 一分钟都不太差的 否则凡姐会担心我 误会他支持不动男朋友 他后面子 就怕丢了这份 你呀永远在使坏 从未被超越 我那个什么角质层 手皮之类的 都没法跟你比 坏蛋 你才坏蛋呢 看着人模人样的 思议等我吃得最香的时候 跟我说什么手皮的事 我正在那儿犯恶心吧 你还在那旁边 乐呵呵地欣赏呢 那什么人呀 狼狈为奸 沆瀉一气 蛇鼠一窝 今天晚上 你好好学这三个词 说的就是咱俩 好 好了 快去洗个澡吧 再在你生残之间的份上 我明天再加贵 今天先烹饭吧 烹饭 这么晚了 重死了 我的表皮可坏了 来吧 来吧 搓一搓 我自己洗就可以了 把你脱落的角色成细胞 都给你搓掉 做医生这行 要经历的高度紧张 与种种内心的纠缠 曲潇潇未必会体会得到 可每当赵医生 跟曲潇潇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工作在那边 生活在这边 严谨在那边 随性在这边 赵医生感到 只有这样 人才是活着的 人生才是完整的 你这挺好的 你先洗澡 我们两个人的水 你洗啊 好了 放水洗澡吧 又一起洗啊 我问你话呢 哎 哎呀 你让开 让开 你是认真的 那当然了 我要学外贸考MBA 还下腿亏死你的各路人马 我当然得努努力了 人虽然是笨笨点 但是至少诚意得够 你笑什么呀 笑你呀 你 Tiffany 你一定的 这么高 你说说 一辆的 你开发 你虽然你的 我就给你买合适的书 那当然了 钞票是我的第一生产力 帅哥是我的第二元动力 左手钞票右手帅哥 不信我就搞不定 事交钱把这个喝完 我先帅了 你别先睡 你等会儿我好吗 我一会儿就好儿了 你别先睡了 完了就好喽 别等会儿 别等会儿 别等会儿